另一个罕见的景象来看到 台南七股废弃岩田出现了一个个粉红色 像是泡泡一样的圆圈景观 这个景象还登上了国外媒体版面 其实这一圈一圈独特的圆圈景观 是台湾鲦鱼竹槽挖的小坑 过去引海水晒岩 台湾鲦鱼随着海水进来之后 在池底挖洞竹槽 池水蒸发 咸度变高 再加上藻类跟微量金属元素的影响 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观 一圈一圈像泡泡一样 粉红色坑洞如同火星表面相当奇幻 这独特景象登上国外媒体版面 地点就在台南七股一处废弃岩田 冬天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池水把它放干 放干之后有些渔温 它如果说有一些五郭鱼的话 它就有这些现象 这些粉红泡泡意外成为台湾之光 而废弃岩田变成粉红泡泡 竟然是因为台湾鲦鱼挖坑竹槽 一只一个地盘或者是一对一个地盘 这样子所形成的 原来七股过去引海水晒岩 台湾鲦鱼随着海水进来 在池底挖出小圆洞 当沿天废弃 池水蒸发 咸度变高 加上藻类还有微量金属元素影响 出现不同颜色纹路 让坑洞看起来就像粉红色的泡泡 剩下这些小鱼 我们就放在这边 让一些鸟类可以来这边 把这些小鱼小虾把它剪食干净 有些鱼温业者会故意留下这些坑洞 让杂鱼存活其中 给黑面披露前来觅食 达到友善生态 七股独特粉红泡泡 不仅为台湾争光 登上国外版面 同时也在生态上尽了一份力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